鉴别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十个关键点 今天世界上有4200多种宗教信仰 还有许多从主要宗教信仰中分出的大大小小的支派和异端 在基督教信仰中有许多宗派 也演变出现许多极端、异端和谐教来 如何分辨鉴别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 已成为特别关注和常常争论的议题 这集影片和大家分享鉴别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十个关键点 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一神的话语 圣经是神所默示,是神的道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许多异端的教导否定圣经是唯一的真理和信仰的根据 在圣经之外加上其他的书籍 一个人只有相信圣经是神的道 才能拥有对神和真道的信仰 二童女生子 耶稣是由童女所生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记载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力 许多异端的教导否定耶稣道成肉身 是圣灵感孕 由童女而生 三三一神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 圣父圣子圣灵又是合一的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 许多异端的教导否定三一神 不相信耶稣的神性 四救恩 救恩的唯一途径是信仰耶稣 只有耶稣能赐给人灵魂的救赎 许多异端或宗教的教导宣称不是只有一条通向神的路 五十字架 耶稣自己愿意为人类的罪走向十字架 他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了第三天复活 成为的圣的救主 许多异端的教导否定基督的肉身复活 六现今基督在哪里 耶稣基督现今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信徒祈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约翰二书一章九节 真正信仰基督的人必须要尊崇遵照圣经的教训 基督信仰最基本的是要在基督里活出信仰 许多异端的教导用人的教训取代圣经教导 八教会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期间建立了他的教会 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和圣经真理的根基上 一端是在欺骗和对真理的外曲之上建立教会 八耶稣居首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歌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是耶稣在地上的身体 许多异端和宗教的教导把人引向礼仪 人造的教义和信仰体系以抬高领袖的地位 使基督再来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教你们也在那里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 耶稣将在无比的荣耀中再来 许多异端和宗教教导轮回和或者有其他的救主将来临 以上就是了解 连端和宗教教导轮回和宗教教导轮回和宗教导轮回和宗教导轮回传